大家好 那我們等一下的上課應該也是同樣就是比較偏向說法規 還有環境評估的部分 是 然後等一下的話 就是我們再繼續交給陳柏青老師 繼續他的課程這樣子 謝謝 謝謝我想那個 本來今天安排的課程早上是講法規 下午是講有機農場的驗證的一個實務 但是我想 單純講法規其實很無聊 所以我會把大概以前做的一些經驗跟法規混在一起講 所以有一些可能講比較誇張 大家可以這樣講 因為如果單純講法規大概會睡到不知道睡到哪邊去 早上談到其實在早期農委會農養群這邊 他們其實都有印這個東西 就是一本整個農產品生產驗證管理法 這樣子 你可以去跟農養署索取 但我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 至少他們現在網紅文帳上面是有 另外 早上也有提到說其實在做有機同等性審查 然後就早期因為我們那個陳雄陳校長 他擔任這個台灣有機產業出現協會的理事長 所以我們有編了一套 這個是針對作物的 這座各國有機農業法規的會編 大家可以查一下 因為這裡面就是主要是要做有機同等性審查 我們就看說每個國家每個國家有機法規 他的一些寬鬆還是嚴格 那所以當時就找了很多老師 大家共同來去翻譯 包含歐盟 包含墨西哥 美國等等 一些國家他們的一些有機法規 那這個也還不錯 它裡面有作物篇 那也有分續產篇也有分很多篇 另外其實在後來 我不是在賣書 這個是我們之前來講 楓棉社他們有出了一套叫做 《台灣有機農業技術藥籃》 這一套裡面寫的 都是我們國內的有機農業的一些專家 那這裡面有土壤的 有雜草管理的 有各式各樣作物 那還有包含水產品 蓄產品 這一些有機的一些法規 那它像作物來講 它可能分門別類 比方說水稻 那你水稻在種植過程裡面 可能比較容易遇到哪一些病害蟲害 那可能哪一些肥力比較容易缺乏 那因此在有機裡面要怎麼去做 然後各式各樣的不同的作物 它是按照作物的類別來去做分類的 那這一套很重 這一套其實也還不錯 那你看到在南華圖書館裡面也有 你們有去過學校圖書館嗎 有齁 有要刷卡嗎 沒有 對不對 我們學校算是很好 進去不用刷卡 出來也不用刷卡 哦 你好 有夠好的 去裡面借書都不用定期 不用矮這樣 通常學校覺得這樣好像不太貴 書越來越少 所以現在進去借書是要登記的 以前是不用 你進去喜歡就哪 不用登記 人家說 你好有夠好的 有夠好的 借書都不用矮 所以後來就是什麼 就是變成是 進出還是不用管制 所以大家如果有來這邊上課 也可以去那邊 去圖書館那邊去利用 都不用管制嘛 對不對 門推了就可以進去 它只有一個兩體 推了就可以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是其實你目前來講 就是第一個符合法規 那第二個你會面臨到 裡面它其實也很相近 但是要跟大家講就是 裡面你會看到有很多的一些 可能病害或者是寵害 他也會跟你講說 現在我們的那些有機的一些制裁 還是沒有辦法來去做一些防治 這個是一個事實 可是變成說可能慢慢慢慢 他會透過一些方法 來去再去做開發 就是這個部分可能也是 有機跟你的困境就是 補氣不是這麼夠 農料當然很方便 可是什麼 你如果是要用有機的一些制裁 比如來講可能他補氣就不是那麼夠 那我們剛剛談到 在做有機農業的一個申請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要做土壤跟水質的一個檢驗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要做環境的評估 那特別是第一個在有機的法規裡面特別規定 我們不是說你今天一塊農地 你要去申請有機 那就變成是有機 或者是有機 它基本上還要有一個所謂的轉型期 那短作呢 在有機的驗證 像果樹像這個茶樹來講 至少要三年的這個轉型期 那這個轉型期的期間 基本上它就是准有機 它基本上做了驗證的那些規定 規範都跟有機一樣 所以這個面前 大家常在很詬病的一點就是 它經過了有機轉型期 兩年三年的過程裡面 第一個產量可能不像以前這麼高 那第二個就是它的農產品 你不能說掛有機的名義去做販賣 你只能叫什麼 叫有機轉型期農產品或者是有機 所以這個部分就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問題 就是那我們消費者一看 哇這個有機轉型期的 那這些有機還是無機 這個消費者不太好 那有機農產品它的價格會比較好一點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它的價格會比較高一點 那有機轉型期的以前面量困境就是什麼 產量低也就算了 價格又賣不好 所以 OK對不對 我們不靠這個轉型 所以我可以有兩年三年的轉型型 但是一般農民沒有辦法 兩年三年三年更加 東西價格又賣 這樣子其實什麼 其實會變得很多人它逛之卻步 所以後來變成說 你可以看到有機轉型期 在現在來講它的補貼 比有機的農產品要來的更高 所以要來的更高 我們剛剛看到最後面 那第二個就是什麼 如果說你在之前已經在申請驗證之前 沒有去做相關的有機的一些操作 而且你可以提得出一定的證據 現在的法規來講 它是允許什麼 允許說你去縮短這個所謂的轉型期的時間 但是這個部分就是交給驗證機構來去認定 所以我想這部分還是回歸到法規 主要就是這一個嘛 有機產品、有機轉型品、農產品、驗證基準 還有可使用物質裡面 也特別提到 在整個的有機轉型期的部分裡面 其實什麼 其實如果 在這裡 如果你可以在這個過程裡面提出 驗證之前你已經採行的這一些有機栽培 或者是友善環境的一個登錄證明等等 它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可以來去縮短整個長做三年、短做兩年 這樣子的一個規範 所以我想這個是可能因為時代的關係 操作上的困難所以有的一些進步 所以有時候大家不要講我們台灣好像法規都沒有在進步 其實是有 不然就不會有機能源出進不到 那在生產環境的部分 特別規範要有什麼叫緩衝帶 設備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你這個隔離不清楚 就會產生一些問題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緩衝帶 最主要就是因為要確保有機的完整性 所以我們前面談到說 在這個生產過程裡面可能林田在噴農藥 我們這邊如果沒有適當的一些緩衝帶 或者是隔離的一些設備來講 其實這些農藥可能會飛到我們的田區裡面來 或者是藉由灌溉水溢流滲入等等的 那台灣的法規我們早上也提到 沒有特別針對這個緩衝帶的寬度來去做一個違法 沒有 這法規就是這樣子寫 基本上要合理 合理的意思就是什麼 誰去決定合理不合理 就是驗證單位 他們去看什麼 看隔壁的一些設備設施 就是隔壁的一些農業操作的一些型態來去看 緩衝帶可以有哪一些呢 可以有比方說像綠泥 或者像天然的樹林 我早上提到過 我們其實12甲地 當時只有7甲去做驗證 另外5甲當作什麼 當作緩衝帶 就是我們有5甲地的樹林 另外像一些溪流溝序 甚至有的比較有錢 做那種像土皮 做一些建築物也有 所以我跟他講 上上禮拜我們才去越有名 他們的緩衝帶就還不錯 最主要你要去盤點一下 隔壁有沒有在做噴藥 做冠型的一些農業 另外你如果設置緩衝帶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你還去做了自我的盤點 那這都要送到驗證單位去 那你有沒有出售緩衝帶的作物 緩衝帶的作物 緩衝帶的作物可不可以出售 可以喔 但是一般來講緩衝帶的作物 盡量不要跟你填區裡面的作物是相同的 緩衝帶的作物原來看來 要用一般的 所以這個部分要特別注意 所以他這邊特別問你說 你這個作物是不是跟生產區內明顯不同 那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要告訴大家說 我這個作物到底怎麼樣 來去跟我的產區裡面去做一個區隔 因為我可能我裡面種水稻 不管說到我也種了幾顆水稻 他這樣子說 我知道我會去什麼 我會去做一個區隔 這個可能你要提出很強烈的一個證據 來去說服那個驗證單位 那我們當時其實有一個問題 我們在那個驗證的過程裡面的話 他們發現 陳主任 你這裡旁邊有燒東西 燒那個質體的痕跡 真的 可是我印象中我都沒有在燒 後來有人想說 沒有啦 這塊是隔壁田的 隔壁田的 那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沒有 分不太出來 後來什麼 我們就一直在揮 一直揮 揮一塊說這塊不是我的 這塊是隔壁田的 然後他們就一直認為說這塊是你好好的 然後就怎麼辦 趕快不會說 不要那麼 缺失 缺失 缺失喔 後來我們就什麼 就是討論 我們申請見解 然後請那個地震單位來見解 幹嘛這樣子 到底這一塊是我們 因為有時候隔壁在那邊燒 燒東西 你如果沒有說很適當的區隔 有時候就什麼 趕快不會說 那你就間接申請間接要一段時間 對不對 間接要花錢 對 要花錢 然後 我們後來就什麼 就是那一盆 就給他種什麼 種一排甘蔗 這樣 甘蔗 做類似像綠泥這樣子 來去做一個區隔 因為這個是比較大的問題 那如果有錢一點 就像這個一樣 用土提 怎麼辦呢 沒有錢也是有沒有錢的做法 所以有時候可能就什麼 用建築工地的那一些 來做一個適當的區隔 這樣其實是什麼 其實如果說 天津單位會覺得OK也是OK 那另外或者是有些什麼 還是用什麼樣的來去拉一個區隔 那這個是以前我們農場 另外一邊 就是跟隔壁的農地比林的地方 我跟他講就是我們那時候前面這邊有一排這個 可是後來那個就是壞掉 颱風吹一吹 那個網子就被吹壞了 那所以旁邊這邊也很快 剛好也在燒東西 不太知道說我們在燒還是隔壁在燒 就變得還會被刷 所以後來我們就什麼 就在那邊種甘蔗 建工夾 那你看我們的緩衝帶其實很寬 為什麼 因為我在講我們學校來講 這不是我的本業 而且我希望緩衝帶越寬越好 緩衝帶越寬 所以要幫我工作 幫我理解 那你燒東西 為什麼變成單位一直跟你在揮那個東西 你就不能在裡面燒 因為法規裡面有 就是裡面的那些作物那些子體 還有比方說像那個你可以鋪 早上說我們可以鋪什麼東西 我們可以鋪液草 一小其在外面用什麼PE PE做的PE PE 鋪溪鋪頂溪這個東西你可以用 但是你不能什麼 不能拖到旁邊去燒 不能在田區裡面燒 能不能亂燒東西 基本上不行 第二個就是什麼 像PVC有沒有 拒律於稀 那個就不能用 對 那個燒的東西就是那個 那個就是廢棄物就可以 對 他認為說我們就是在那邊燒東西 實際上沒有 像類似雜草這些 對 雜草或者是我們的一些資材 因為主要是剛才講 那不是我們燒的 我們只有偶爾在農場烤個肉 他就覺得說你這不行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講 那這個就是我講 我們的五公頃的樹林 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那時候的配置就是在農場的四區 一區裡面可能就種一些短期夜菜類蔬菜 其他可能就種水稻 那有一陣子我們種那個胡蘿蔔 種水果玉米 種水果玉米 所以種了以後也是很傷腦筋的 我記得有點過年 整個過年我都在什麼 都在農場裡面 顧那個修籍的店 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那個彰化 過年的時候都會辦一個叫花菜彰化 依照我底下的西州公園 有一段時間叫費之洛公園 人很多 但是你要去這個費之洛公園 基本上你會先經過什麼 經過我們學校的有一條路 所以我們叫什麼 我們種了很多水果玉米 但是其實我們沒有能力收 十幾個學生 過年他們都要回家 放寒假 誰管你在那邊收玉米 所以後來想要怎麼辦呢 我們就在那個打廣告 採一個牌子 來 自己來買一百十塊 過年期間就在那邊顧那個水果玉米 然後他們去那個花菜彰化 經過的時候 看我這邊我自己採那個水果玉米 就跑來採一下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你過年到了寒假到了 學生誰的玉米 誰要留在那邊收那些玉米 所以這個要種什麼東西 有時候也是一個問題 就要想一想 那個能力去收 那另外 產區裡面 不然像用這個勾曲也可以 那裡面盡量不要有一些 這個燈燒東西的一些人機 那有時候跟馬路 馬路也是什麼 也是一個不錯的 從來至少跟林廷有時候 所以就是我講的 它很大的一個比例是 由那個驗證單位 他們來去做決定 那這個部分大家看 那第三個就是什麼 好 那我現在好 我準備好了 我要來去申請驗證 那大概上它會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文件審核 第二個就是現場評價 那你要做文件審核的時候 你要先看說 我到底要跟哪一家公司 來去做申請 那比方說 我們現在最大的可能就是 比較大家常做的就是慈心 所以你去Google 你一定可以找到 這一些驗證公司 它的一個網頁 那網頁裡面 第一個就是 就是你在農娘署網站裡面 就會有它的一些電話 或者是Email等等的聯絡人 另外你如果要申請驗證 驗證的一些程序來跟你講 比如說你要先申請 申請以後 文件審 文件審就會實地來查 實地查它就會做一個決定 決定以後 它會發給你合格的證書 那之後它還會有一個維持 就是它定期來去看 做一個追蹤查驗 那在這文件裡面 其實最主要就是這一份 有機作物的一個驗證聲明 你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去什麼 去下載 下載以後 不同的公司 它就是不同的申請書 他們會有他們的一個 裡面內容大同小異 第一個 你看它填的東西很多 你的一些基本資料 然後這裡就是你的廠區的資料 然後你的這一些 就我們剛剛看到裡面的一些問題 都有 然後你要準備的文件有哪一些 土地騰本 地級騰本 還有什麼土壤肥利分析檢驗報告 這大家知道怎麼做嗎 土壤肥利分析檢驗報告 還有土壤有機質的含量 多少% 還有土壤裡面的一些 包含這個有效性靈甲 或者是鎂、鈣這一些 次要元素或者是微量元素 主要元素它的一些含量 為什麼 它可以當作你合理化施肥 就是我現在如果說 這個元素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那我可能就不太需要再去額外去做一些肥 那這個土壤肥利分析報告 多久要做一次呢 一定要做一次 法規裡面 我給大家看一下 法規裡面 它是這樣子寫的 這是我們現在的有機能力數據法 是 土壤分析了解土壤合理化性及肥利狀況 作為土壤肥利管理及合理化施肥是依據 所以這個也是什麼 也是我們之後在自己申請的時候 我們要去勾的項目就是你多久做一次肥利分析 我們那時候就很誠實地去勾了一個事實 被列缺失啊 他覺得你應該什麼 你應該半年做一次或者是一年做一次 但是這個 不是你說做就做 你要去裁土樣 要去跟人家申請 不會不會 然後呢 這個其實是什麼 這其實是一個問題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 不是我在講 就是 我們那一年就是這樣 第一點就給我寫什麼 為事實做土壤肥利分析 但是我們明明勾的就是什麼 我們事實去做啊 什麼叫事實 多久做 不同的認定喔 他就認為說你應該定期做 不是說你想到就做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說在這個部分 你可以去什麼 你可以去像這些驗證公司去下載這些資料 那裡面他就會包含像灌溉水的調查 就我們剛剛看到 那平行生產 你是不是有做有機的也有做非有機的 那如果同時你有做有機做非有機的 那你怎麼樣去做 做區隔 這個是一個一個問題 那土壤病蟲害管理 他要你去什麼 你去勾選 然後勾選以後 你要把相關的一些 包含像那個作物儲藏 農場工作日誌 這一些有的沒有的 或者是作物儲藏銷售 這一些都要喔 就是你從買種子種苗 然後種子種苗之後 你想田間還會有什麼 還有這個雜草你怎麼管理 然後你這個土壤肥利怎麼做 土壤肥利怎麼管理 然後田間的地產 作物什麼時候採收 那什麼時候賣 那賣了以後 是不是有客戶抱怨的那個紀錄 我們剛剛 如果大家有看 我們被列一個趨勢就是什麼 沒有建立客戶抱怨紀錄 我想想想其實我們都沒有客戶抱怨 因為我們都賣到蔥頭百貨去 吃了他們也沒有通通抱怨 但是你還是要建立一個客戶抱怨紀錄 所以有些其實不是這麼方便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像這些 那這些東西從哪邊來 比方說我這個農場工作日誌有格式嗎 或者是我這些資材購買 這一些作物銷售紀錄有格式嗎 其實在我們的農糧署的網站裡面 就是針對有關於這個 驗證的那個部分會有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好了 那所以農家署GAP的規範裡面 都可以去下載這些文件 那文件裡面包含像申請書 主要就是這些廠區配置的平面圖 另外土地等本地級圖 這可以跟地震單位去申請 那另外很重要就是這些生產紀錄 那生產紀錄你可以看到 後面還必須要減附一些班據 那另外還要勾選自我查核的查核表 大概是包含這些 所以早期他是長像這樣子 還有一個Logo 現在還沒有這個Logo 那時候驗證 我們的老闆就是程校長 我們的申請人代表人就是程校長 那個執行人就是我 所以我們就去申請這個有機的一個驗證 那後面那個聯絡人是我們的系的助理 所以變成說我們大家都要來去做 那要準備什麼 準備一個廠區的平面圖 這個是我們自己畫的 我們這裡有什麼 有一個5公頃的樹林 那樹林以外 這裡是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辦公室還有我們的倉庫 去處辦那些資材 那另外我們有把這個分區分成ABCD ABC在哪裡 這CB 然後這D 然後這個是H H我們主要就是做什麼 做那個蔬菜的栽培 那有人的話我們就多種一點 那有人就種少一點 那BCE就是做什麼 做水稻的栽培 你要準備一個這個農場的一個廠區配置平面圖 所以這個就有什麼 就有時候有些麻煩 那另外呢去申請什麼 申請包含這個土地藤本 這是我們那時候 所以其實我們學校引到的那個土地基本上都是什麼 都是跟台塘租的 跟台塘租的 那另外地極圖 地極圖就是整個那個廠區的一個地極圖的一個 生產紀錄就是包含像我們說這一些有的沒有的 你可以到農糧署的網站裡面有一個農糧業務 那有一個產銷履歷專區 這裡面就會有什麼 會有各式各樣的那一些相關的表格可以下載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做 我要趕快先做好記錄 你知道什麼 農糧業務裡面有一個產銷履歷專區 對 產銷履歷專區 是這裡嗎 對啊 產銷履歷專區 有一個重要連結是不是 產銷履歷專區呢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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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點不到 我看一下 等一下 在產銷履歷專區裡面 農糧業務 可是現在網上有一些更改 應該有一個各式各樣的那些相關的規範表格可以下載 從這裡 就TGAP這邊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什麼 有針對農糧作物 比方說我們水稻 或者是蔬菜類的規範 或者是果樹類 那你看我們基本上水稻 可能就是有機農糧作物 那這時候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什麼 有各式各樣的一些表格 那如果說我們需要的話 我們就在這個網站上面去下載 比方說適用在有機米的 以前我們都是 它就會有制式的那個表格 讓你來去填寫 那農場位置配置 然後你的緩衝帶的一些設置的情況 這是一樣的 那另外你看到什麼 要年度生產計畫 我們這110年度 我田區又哪幾區 那面積多少 我1到12月打算要種什麼東西 浴谷採那種 那我的種子種苗從哪邊來的 然後我農場 我大概做了什麼工作 我今天去做整地 或者今天去做灌溉 或者今天去做病蟲害防治 雜草防治等等的 你都要詳實的把它記錄在這邊 那記錄在這邊 最後面還要什麼 就是我們講 你有一些什麼 一些單據資材 要給它黏貼 所以你不要想 我買的那些資材 那些就發票給它丟掉 收據丟 要把它貼在上面 而且至少要保存兩年 要保存兩年以上 所以這個其實什麼 其實也是一個很麻煩 就是說你要去填寫這些操作規範 那好了以後 就可以根據這個部分來去申請 所以這裡面 零零種種總共有大概11個項目 那為什麼要去做這些 就是你在做書面資料申請的時候 他們就會什麼 就會去對 比方說你種了多少的高麗菜 比方說這樣子 那你之後收什麼時候去收 那你收的量跟你種的量是不是對得起來 然後你之後販售有沒有出貨紀錄 你之後銷售的那個量跟你收的量 這個是不是對得起來 那你種了這麼多的作物 那它可能會有哪一些病害、蟲害 你的採購的紀錄在哪裡 就是它書面審查其實會很仔細去看這些東西 就有點類似像我們在學校其實也常在做什麼 戲所評鑑還是學校的評鑑 我們平常都有輔導學生 沒事就找學生來聊聊天 看看有沒有什麼情緒困擾 一些心理障礙 但是你到戲所評鑑的時候 它不是說我平常都有在做啊 不信你去問學生 不行 你要拿出紀錄來 你的證據在哪裡 所以這個就是很複雜 就是我明明就很認真、很光白學生 常常在做輔導 但是以評鑑來講、以驗證來講 他就是要看到證據 證據拿出來 所以變成說你在做驗證的時候 為什麼有些他不喜歡去做這個 我都用有機的一些概念去填這些東西 就只為了要去申請那一張證書 這個是很多農民朋友的一些想法 就好像我們這個老師也是這樣子 現在遠距教學你知道嗎 我們除了這個課以外 其他都不用到現場了 但是學校就要求說 你每一個遠距教學每一門課都要有露營 那露營黨還要把它上傳到一個地方 你當這裡 有些老師就很不爽 實際上我都有上課 不信你去問學生 但是我為什麼一定要露營 露營起來要佔空間 還有那個 所以這變成說有兩派的想法 他就認為說我們就照這個法規來去走 包含這些基本的資料都要來去做 然後來去申請 申請他繳錢 繳錢以後他要去對 然後去找跟你挑毛病 那有些我為什麼要這樣 我來去做我只要對得起良心 但是以現在台灣有機表格的想法 就是要照這個規定 不論對或錯 這也沒有什麼對或錯 就是大家自己的選擇 你也可以選擇不要做有機認證 只是有時候會想說 那怎麼樣來去簡化這些程序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像我那時候就是這樣子 整個年度的一個種植的一些紀錄 他寫好我在什麼時候種的什麼地方 整個數量大概是多少圈區 然後我在田間大概哪一天哪一天我做了什麼工作 那比方說你說你這個時間做什麼 做這個窩具採收好了 蘇泰區窩具採收2月6號 那你什麼時候去賣 這個應該要怎麼 要你對得起來 就他會去驗證的一些我們講有機機合員 他會去對這些東西 他會去看說你裡面是不是有一些問題 那這問題有時候可能只是因為什麼 我就沒有記 沒有記到 我每天田裡面工作忙得要死 我還去弄這些 就有時候就忘記漏記 或者是有時候田區沒有把它 就好像我們談到就是說 我沒有特別去分說哪一區我到底濕了多少 這有時候也會被什麼 會被認為是一個缺失 然後另外就是防治要有防治的紀錄 你這個田區裡面可能會有哪一些病害蟲害 那你用哪一些 用枯草桿菌 用蘇利菌 用回無露 用木初異等等 那是什麼時候去防治 那你用的 施用的量是多少 他也會去看看說你這合不合理 你用這個是不是真的可以防治那一些病害蟲害 那另外就是銷售紀錄 所以這個銷售紀錄也是很重要 所以有時候你不要想說我就賣一賣 就拿到錢就算了 你還要什麼 還要建立銷售 甚至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時候我們還被寄的缺失就是 沒有建立客戶抱怨紀錄了 他們馬日有機舒暢會不會有一些抱怨那裡的一些 那另外像這個農機具對不對 農機具也要有農機具的一些維修的一個紀錄 所以他會去看說你既然是用機械式除草 那你這個割草機都不會壞掉嗎 裡面那個牛精神不用換嗎 還是那些刀片不會斷掉還是怎麼樣 那你加的油對不對 加油加多少 然後你去那邊買的 那這一些你還要搭配什麼 搭配你的所有的單據 減負在你的剛剛我們看到那個申請表的後面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不容易 也是要去好好做的一個效果 他就會給你一個文件審查的總結表 比方說這個大家看不開心 就是沒有減負申請驗證產品的標籤與包裝袋的照片 那這照片怎麼辦呢 已經賣都賣掉了對不對 或者是你什麼紀錄沒有勾選 然後作物銷售紀錄不完整 然後機具清潔紀錄有些不完整 或者是這個東西沒有填寫沒有勾號等等 他會給你一個文件書成的總結表 那你可能就是要先準備好 這些相關的他可能在什麼 要去做一些補件 做一些補件 那你看這有些要在判定之前來做補件 補件完以後他就做現場評件 那現場評件就包含什麼 像這個他會做採樣 你的作物的一些採樣 然後突然水質如果有需要的話 他也會做採樣 那農場區整個他會去看一看 然後資材堆放的地方 看出你是不是採收跟銷售的紀錄 是不是會符合你整個場區的情況 比方說你這個做欺甲地 你怎麼做的東西這麼一點點而已 其他東西跑下去了 自己吃掉了嗎 所以這個你要想辦法 他會問你很多的問題 所以在現場看 然後看一看以後 看說每一個地方是不是 比方說旁邊人在那邊亂燒東西 或者是丟個農藥官 或者是化學肥料袋子在那邊 就是要怎麼 要好好的先整理一下 或者是看裡面有沒有一些 其他地方產生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那時候在 這個是101年缺失 第一個就是沒有適時做土壤肥利分析 但這其實真的是有爭議 有爭議 他們認為說你可能一年要做一次 但是法規裡面並沒有這樣子寫 他認為說你要適時做土壤肥利分析 那所以針對每項的一個問題 你都要什麼 你都要去做一個所謂的矯正措施表 就是他這個 中文他會給你一個總結報告 總結報告之後他會給你一段時間 你要去做一個矯正措施表 或者是你去做一些說明補證 那另外像什麼 像有一些養分防治資材沒有列入 為什麼呢? 就管理上面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我們學生在做 就忘了把它列入到我們的資料裡面去 那另外田間作業日誌 這也是一個常常會有的對不對? 因為你田間作業日誌 有時候就真的累到忘了記 那你後面也沒辦法補 那你這個銷售紀錄有時候真的賣到 你也不知道賣到哪去了 這也是管理上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些都會被列入缺失 比較重要就是像那個標章 標章就是我們之前已經取的有機驗證了 所以標章說 那你怎麼少了一千張 這當然是我們前任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少了一千張 有時候放來放去 就貼紙真的會不接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會不接 所以這當然也是我們管理不好 可是我相信這不是只有 在學校單位會面臨這樣的問題 就我們一般的農民朋友 可能也容易會面臨這樣的問題 另外像這裡有一個叫什麼 募用禁用之財叫做什麼? 印煉術 這是什麼東西? 苦煉油 苦煉油 苦煉油就是來自印度煉術 它去提煉的一個有機的資產 但是你看一下我們台灣現在有機的一些法規裡面 其實它不是有這麼明確的規範 就是這個在我們的驗證基準裡面 其實它最後面這邊 它會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正面表列 就是你什麼時候可以隔夜使用的物質是什麼? 對不對? 比方說這個是生產... 可以使用物質 那包含像什麼? 像這個防治有害生物 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苦煉 就是那個什麼? 苦煉子 可以去用 可是在這個硬煉素就是苦煉油裡面的一個成分 國家法規它裡面 它是說你這個硬煉素 基本上你苦煉油 是用在有機的農場 它必須要把硬煉素把它萃取出來 用酒精還是用什麼方法把它萃取出來 不可以含有這個硬煉素 但這個其實規範上面它是比較模糊的 你可以看到我們法規裡面也沒有寫得這麼詳細 所以我們其實是什麼? 我們其實是用了含有硬煉素的苦煉油 所以這個如果之後大家在做有機農業的時候 你們要去好好去看一下 就是有的苦煉油裡面含有硬煉素 有的為什麼? 會把硬煉素把它萃取掉 那以這個驗證單位來講它就什麼? 它就認為說你這個苦煉油裡面含有硬煉素是不可以的 是不可以的 但是它也不能說叫做你用的不該樣說 要誤用金融資產的硬煉素 苦煉油就是拿來做一些寵害的一些 在這裡採收之前去做一些寵害的房子 這其實在台灣常常在用 但是很多可能就沒有去看說它到底有沒有含有硬煉素 甚至產品你去買苦煉油 台灣大部分都進口的 它包裝上面也不見得會有寫 所以我們說其實在有機農業裡面早上大家談到說 到底什麼東西可以用什麼東西不可以用? 我只能說依照我的經驗就是要謹慎 就是要把那個看清楚 沒有寫到盡量不要用這樣子 不然有時候其實也是會有一些問題 就好像這個硬煉素 另外包含這個像我們這個客戶抱怨紀錄 這個應該要建立 文件的保存有些單據可能就搞丟了 所以就變沒有 要針對它的一些提出的項目 要做一個矯正措施表 一項一項去做 那你之後怎麼去改善? 那好了以後送過去它就會給你一個驗證決定通知書 跟你講說你們這個做的有一些問題 但是矯正以後我們去覆審 覆審完以後就是有些可能再改善一些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什麼? 那你可以限期改善就是決定 那有些改善以後它可能就是什麼? 像通過了通過以後就什麼? 還要再繳交這個複查 對你看要複查好不好? 還要繳交複查的查驗費等等等等的 那如果你不繳也沒關係 它就會什麼? 有時候它會駁回你的驗證的申請的案件 所以整個弄完以後最後決定說好 那你OK通過了 這時候才可以去申請這個有機農產品的驗證表 這個磁性是因為它這個雙 可能是兩個標章 雙標章 所以它磁性會有磁性的 那其他驗證會 那你就可以申請我的水稻 你要估一下我的產量大概多少 那我包裝的大小大概是多少 所以我可能1.2公斤的多少包? 然後因此需要多少貼紙這樣子 然後來去估一下 那需要的貼紙的量會是多少 然後來去跟這個驗證單位去申請 這貼紙是要跟那個驗證單位申請 因為不同的驗證單位它的貼紙是不一樣的 所以最後就會有一張這個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書 所以大家看一下這個有機農產品驗證書 它是由驗證單位來頒發的 你看它是財產版辭新 那這個驗證單位它是通過什麼? 通過TUF的一個認證 那證書可能就是負責了我們就是陳校長 那驗證的總面積就常大家問的 我們就是一整批7公頃 就會扣除掉5公頃的數量還有7公頃 那另外驗證的基準這個會有不同的 就是依據有機農產品驗證基準 現在的名稱改了 但是第幾部分還是一樣 你可以看一下法規 第一部分就是什麼? 就是共同基準 第二部分夾工 第三部分作物 第四部分續產 第五部分隨產品 就是在這個所謂它依據的驗證基準的名稱 在現在來講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現在依據的就是這個法規 叫做有機農產品有機準營期農產品 驗證基準餘期生產加工分裝流通 及販賣過程可使用的物質 那第一個它一定會有什麼? 會有依據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共同的包裝、儲藏、運輸、紀錄 還有什麼? 這一些原則規定 那另外第二部分就是什麼? 就是加工分裝跟流通 因為我們的水道其實也有去做所謂的分裝 也有去做所謂的流通 所以這裡就必須要去符合第二部分的一個基準 第三部分以後就是作物 然後第四部分就是什麼?就是去產品 第五部分就是什麼?就是去產品 那以我們來講就是符合所謂的第一、第二、第三部分的一個驗證的基準 那雖然現在法規的名稱改 但是這幾個部分還是一樣 那整個的一個驗證的有效期間 你可以看到我們是102年2月發的證書 它的效期到什麼時候?105年1月19號 所以這整個證書它的效期是 它這裡面有特別寫就是說 它每年還是什麼?會來去做所謂的追蹤查驗 那你只要追蹤查驗沒有過的話 雖然說你這是三年 可是它可以終止你的這個驗證的資格 那這裡面也要註明除了農地以外 你的產品品項有哪一些? 比方說我們這裡面就是有短期葉菜類、根莖菜類、瓜菜類、豆菜類、果菜類、花菜、米 主要是這個稻米 另外還有一些其他的驗證的品項 這當時我們在申請的時候就會特別來去提出來 所以整個驗證完以後才會有這樣的一個證書 那它的效期三年但是它每一年每一年都會去追蹤查驗 那也因此變成說你每一年都還是要去準備 那你不要想說我通過查驗了 我就可以怎麼?就可以三年不要管它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大家可以看一看 也就是大概在整個申請上面 基本上一個就是什麼? 一個就是你看看你要申請的單位是哪一些驗證的單位 我們前面談到現在來講已經有17家的驗證的一個單位 那這些驗證單位其實在我們的農糧署的一個有機農業的一個網站裡面 你都可以找得到 好 萬一在那邊 有機的一些驗證答案 陳教授 早上你講13家現在又變17家 我一開始那時候做的時候是13家 就是我們在101年那時候總共有13家 後來它陸陸續續增加了一些 特別是因為早期中南部比較少 所以後來你可以看到又增加了這4家 這是後來大概在101年之後陸陸續續增加的 所以陳教授是17家的一個驗證公司 通過這個有機認證 那它的應該在有機農業的一些法規裡面應該會有 之後再找找看 所以這個部分就看出你要跟哪一家申請 那申請以後其實你可以跟它聯絡 或者是去到網站上面去下載這一些 依據不同的作物別 那你的什麼你的申請書會是哪一些 那另外再來就是你的田間操作 原則上就是按照我們的這個 剛剛談到在這個農業署的網站裡面 台灣良好農業規定 有機農業作物的一些相關需要的表格 跟這些步測都有 就是說我今天我要做的是米 對不對 要做的是米 我是農場 我不是加工廠 我要做的是米 那這時候我就去下載這個表格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這一份的資料 這一份資料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這一張投影片上面的這一些項目 所以你這些項目都要什麼都要準備好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工程 就是你要把這些項目都準備好 這也是要花一段時間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至於說在田間管理上面 有機農業它的一些相關的規定是什麼 我想我們休息10分鐘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再來跟大家繼續做一個介紹 好 我們先休息10分鐘可以嗎 OK 沒有問題 好 我們大概時間差不多了 剛才聽到你講什麼尿氣的背心 在之前在驗證的時候 兩天跟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以前在民道的農場來講 其實老鼠也是 田區嘛 所以早期我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都是怎麼樣 等於這個討妙系愛的爺 然後把我們的一些塑膠盆挖一個洞有沒有 然後那個老鼠在那邊給它壓起來 比較不會被風吹 吹掉跑掉 那老鼠我就會吃一隻油就死掉 後來被驗證 他說不能放這個 他說那我們田區老鼠這麼多怎麼辦 他說主持人怎麼那麼烈 放這個怎麼那麼烈 兩腰漆啊那個 胡鼠 胡鼠龍 不能用這個 不能用討妙系愛野辣 這個農藥 不能隨便用在有機田區 所以這個也要小心 那抓大老鼠怎麼辦呢 拿去隔壁田 野放 這個 你不能把農藥討妙系愛野辣 把它放在有機田區 這個也是一個缺失 所以老鼠要什麼 要人到處理 所以我們談到其實在整個有機桶業裡面 未來我想陸陸續續 包含像土壤的一個肥料管理 肥貝管理 鍾凱老師應該下個禮拜上會來跟大家介紹 包含像這些田間的栽培管理 其實未來陸陸續續很多老師會跟大家來介紹 我們這邊也是談一談就是在法規裡面規定 第一個就是種子種苗 它是我們作物的一個來源 大致上在有機面特別的地方就是 你不能用一些合成的化學物質 或者是對人體有害的一些萃取物來去做處理 另外就是什麼 不能用基改的種子或種苗 在整個的有機驗證裡面 他要去看種子種苗的這些採購 你要去填一個單子 就是你這裡面有哪一些作物 對哪些作物 然後你這個作物裡面這些種子怎麼來的 或種苗怎麼來的 那你可能去羊苗廠買的對不對 他也可以去查這個羊苗廠 看說他整個環境上面 是不是符合這個有機的一些規範 那或者是你去用買的 你要保留這個什麼 保留這些購買的這些種子種苗的袋子 那上面其實都會有 就是說好這農友我想大公司 那裡面這個種子種苗 種苗有沒有經過處理 要買這個沒有處理的 如果像這個有滅達樂處理 這台灣常常在用 為什麼用殺菌 種子的殺菌就常會用這個 沒有處理的種子種苗 或者像這個滅達樂就不行 那你說老師 這個隨便按他怎麼寫怎麼寫 對不對 我怎麼知道是不是真的沒有做這些處理 基本上大公司你要相信他 就好像我貼一張有機的貼紙 陣容產品就真的是有機驗證的嗎 我還是可以自己拿影印機印貼紙 對不對 但問題是你被抓到你要罰多少錢 我們在法規裡面也有 就是針對你不時的去做這個標示 一樣都會被罰錢 所以有時候你要相信他 另外就是像我們說 我這個疫苗廠 我是這個描示來自疫苗廠的 他也會去看說一個疫苗廠的設備 這些環境是不是有去做一些 用一些化學物質去做消毒 那如果是自行流種的部分 你要把你的這些流種的一些時間、地點、程序 把它什麼 他有時候他可能會需要什麼 需要來去做查驗 就看出你這是不是 你說我們去做一些化學的處理 他為什麼他會去做查驗 所以你變成說你在田區裡面 你的這些種子、種苗 你要一項一項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你每一個種子、種苗是從哪邊來的 那如果是外購的、育苗廠的 他可能可以去看一下育苗廠 那如果是你自己去買的 那你買的這些包裝袋 你要留下來 不能弄一弄就隨便丟掉 很多都會隨便丟掉 那我去留這些包裝袋幹嘛 或者是你購買的那些記錄 這個都要保存下來 那另外基改是絕對不可以的 法規裡面就是不可以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另外第二個就是什麼 在雜草管理上面 雜草管理上面 我們現在的整個法規上面 其實也針對雜草管理 它有一些雜草管理就在這邊 那你可以看到它其實什麼 它其實規範上面 大概它就是什麼 就是你可能要盡量利用 所謂的人工物理性的一個方式 但是不能用什麼 不能用一些奇怪怪的 或者是你不能用一些殘留農藥 或者是輻射性物質 這一些的作物殘渣 來去做田間的覆蓋覆蓋 這些都不行 所以我們說其實什麼 其實在整個有機農業裡面 雜草管理也是一個很麻煩 就變成說你只能用什麼 用這個人工或者是用機械來去做除草 對 那人工就是那種亂 蛇草 不然拿個煙刀在那邊割草 那中根除草就是被割草機來去做 或者是有一些中根除草機 那另外也可以用什麼 用覆蓋或者是覆蓋 翻根輪座的方式 或其他的物理 然後他們說我們用這個液草機 液草機是可以 然後他也沒什麼線 就是用PE就可以 但是你不要用什麼 用PVC 那另外其實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早上也特別提到說 你用這一些PEOK 但是什麼 這裡 你要什麼 你要清理 把它清出去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回收了 你不要在那邊燒一燒汙染空氣 然後也汙染你的這個廠區的環境 所以這個是不行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早上提到 這一位就是我們那時候的農場經理 他是 那時候多少人呢 就是他帶著我們這幾個原住民同學 就是在整個田區裡面去做整個炸 就是被割草機去割 慢慢割這樣子 那其實是什麼 其實這個很辛苦很累 因為田區這麼大 人這麼少 那來去割這些雜草 那這是一個一個問題 那我們後來也什麼 也有買這個水稻的中根除草機 現在好像民到更多給西了對不對 這個我不太確定 因為那個 有機那邊就是我們沒有在 比較少接觸這樣子 對 他們現在買了很多大型的農機去喔 一台四五百萬的那種 野核收穫機什麼都有 所以他現在民到有開那個 農機的訓練版 就是你去可以去開那個 喔 一台貴了八萬的那種農機去 那早期我們其實沒有那麼多 就慢慢慢慢可以購 就是像水稻的那個中根除草機 也可以來去做 那另外就是早上我們看到也可以去做什麼 做一些這個畢模 農用附模或者 的一個配置 那這個是我們原住民同學 很有趣 我們的那個搬運機 上面就是他們就給它採繪成那個 原住民的一些圖騰 把它弄成這樣子 然後來去做整個那個雜草的控制 我們鋪這個農用附模 一方面它可以保持土壤的水分跟土壤的一個溫度 那第二就是抑制這個雜草的生長 好嗎 那葉什麼也用這個所謂的異草席 一早期它就比較P1的一個編織成的一個附模來去做 那另外呢 有時候也能用這個什麼 網紗 網紗的方式來鋪設在田間 那在有機裡面它也可以允許用什麼 用一些生物性的一些 像一些水稻收割以後的稻殼 那這個是在我們那個寒梅大樓 就是我們剛剛大樓旁邊 我們其實以前在民道有一個12甲的有機農場 那驗證的面積是7甲 那另外我們有一個六分地的那個算是設施農場 那這是設施農場旁邊 那現在後來那個什麼 那個設施溫室都已經拆掉了 早期我剛去民道的時候 2004年那個溫室剛蓋好機械雨棚 六分地喔 那時候號稱是國內最大的那個 就是機械雨棚的溫室 那蓋了多少錢 蓋了600萬 那時候比較便宜 現在又不止了 現在材料上漲 那到我後來還在那時候已經什麼 很難維護 就是你要搭那個榮譽 600萬一搭 可是你每年那些維護的費用 那個很多錢 很怕人的 然後你那個像機械雨棚 你每年可能要打個黃油 那它可以什麼 比較潤滑 然後你那個旁邊那些可能什麼 颱風一吹壞掉了 那個塑膠的那個雨棚的屋頂 老化 髒屋 透光率越來越差 那要怎麼辦 要嘛你就清洗 要嘛就什麼叫更換 那個每年都要花很多錢 所以後來就什麼 現在已經整個拆掉了 已經沒有那個 那六分地那600萬就已經拆掉 所以這其實也是我們講的 你要搭那個溫室 溫網室 也說搭是容易 因為政府也有補助 那但是你怎麼去維護運作 去賺那足夠的錢 給那學校都常跟我算 出去嘛 你這個賺的錢還不夠來 去維護那一些溫室的一些溫網室的費用 那所以像這個就是我們在做 田間的一些雜草觀點 那當然在水稻田最多的還是什麼 還是那些收割完以後的一些稻桿 那稻桿再乾以後 我們就把它拿來做田間的一些覆蓋或覆蓋 這樣子來去做雜草管理 這個是在有機農業裡面 你去做雜草管理就是比較麻煩的 那後來成相來了以後就說 他有沒有跟你們看過一張照片 就是他有一次去德國講的時候 那德國就把它做了一個報紙 那個報紙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他是一個有機的教授 然後他讓那個鴨子跟稻米 在晚餐的餐桌上再度相遇 就是他什麼 他在有機農場裡面養那個什麼 養那個鴨子 養鴨 然後做所謂的鴨間大物 在有機裡面也在時間很流行 然後這樣那個 德國人就是很幽默 他有講這個嗎 就很幽默 他就幫他刊了一個報紙 就是說 本來那鴨子跟水稻在田間裡面併存 然後去用鴨子去做什麼雜草控制 然後到晚上的時候 就做了烤鴨跟水稻 然後來去變我們的食物這樣子 所以有段時間他叫我們去養鴨子 但是後來原來不容易管理 因為我們那邊其實是什麼 旁邊很多那個野狗 那時候是有木瓜加羽菜公生的時候 是嗎 不是 那個是那個時間 但是木瓜是在我們校園裡面 羽菜公生是在我們的校園裡面的溫網室 這個是在外面那一區 外面那12巷那一區 那養了鴨子後來就什麼 後來就跟狗相遇了 就變成跟野狗把牠叼走 所以養一段那鴨子就不見了 這個也不是永遠的事情 但在有記裡面他其實會鼓勵說 我們利用這個覆蓋這些物理性的方式 來去做整個雜草的一個管理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飼養一些加型加粗來去進行除草 或者是什麼 用這一些覆蓋覆蓋 或者是做整個的機械性的一個除草的一個方式 那這都是可以的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說其實雜草管理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你如果說兩三分地其實還好 那兩三甲地 十幾甲地可能要做雜草管理 做有機真的會是一個問題 一個挑戰 那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病從草害的一個管理 那在有機的法令裡面他其實是希望透過像什麼 透過像輪作 兼作 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生物性的一些天敵的一些方法 或者是利用什麼 利用像寄閉作物的這一些方法 來去做所謂的病從草害的一個管理 那另外這裡也特別加上 如果是你用這個塑膠的一些資材 比方像P 這P可不可以用 可是你在用完以後你要什麼 你要把它完整的移除掉 那不可以再什麼 不可以再天區去粉燒這些來控制這個病從草害 這個部分其實是比較不適應的 那在土壤裡面我們看土壤肥培管理 他有特別提到說要適時去採取土樣分析來了解這個土壤 為什麼 因為現在比較強調就是所謂的合理化施肥 希望說我們今天看說我這個土壤裡面到底缺乏什麼樣的一些肥料 那我來去什麼 來去針對這些肥料來去濕用 我不要什麼 不要濕太多的一些肥料 那造成土壤的另外一些問題 所以他們會建議說你要適時去採取土壤去做土壤肥力分析 可是他並沒有規定說一定要多久做一次 因為這個做一次都是也是要費工 然後要去請人家來幫忙去做分析 這個改洋廠都可以幫忙做 改洋廠都可以幫忙做 但是你要去申請 申請的話 通常大概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內他可以幫你做完土壤的肥力分析 因為你也不好一次常去家裡幫你做土壤肥力分析 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就是什麼 因為就是他會建議說適當的淪作 兼做濾肥 或者是有時候適時的去修耕 來去維護並增進地利 那另外就是剛剛談到說 如果說像我們的自家 自產的一些有機質肥料 那這部分其實大致上是可以 可是你的那些肥料的重金屬含量 要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的肥料 要種類屏幕及規格的規定 那這裡其實什麼 其實會比較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在原則上就是盡量 你比方說像苦煉油是可以用 但是你苦煉油裡面含有這個 一邊數就不行 所以我們其實常常就是在講說 如果今天你要真的要做的話 還是什麼 還是謹慎一點比較好 那在有機農業的這個下拉式選項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有機農業商品化資材 網路公開品牌 如果說我們想要去做一些有機的資材 使用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建議說最好去看看我們的農糧署裡面 它所規範的這些品牌有哪一些 比方說肥料哪一些可以用 那它補助的品牌有哪一些 比方說像福壽牌的 像什麼的 或者是什麼 植物病蟲草害防治的資材 或者是土壤肥力改良的資材 這一些都是比較安全的選項 你說我自己去弄 有時候驗證單位就覺得說不OK 所以這都是什麼 這都是我們現在 在整個農糧署 它也經過它的認可 你可以使用的一些 像這個是所謂的肥料 有機農業使用的肥料 那品牌都有福壽牌 農友牌的 或者是什麼 其他的這一些品牌 那我們大家常常覺得什麼 就是保險起見 用它推薦的這一些 比較不會有一些問題 這是肥料的部分 那如果說像病蟲草害的資材 這些其實什麼 其實在農糧署的網頁上面 它也有推薦 這集細胞小隻 你做什麼樣的一些 病蟲草害的防治對不對 文庫病也好 跟流病也好 那適用什麼樣的一些資材 在有機農業裡面 我想最好最好是什麼 按照他們所規範的這一些 那你看現在這個苦練油 苦練油其實可以 但是它就會牽扯到一個問題 有的比較嚴格 就是說裡面不能含有硬煉樹 所以這個我想也是變成一個新證 可能憲證單位認為說不行 我那時候也認為說是可以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什麼 其實我們說這一些的資材的使用 其實你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我們農糧署的網站 也可以去找到適合的一些生物資材 或者是有機質的一些複合肥料 那如果說像有一些 你發現我經過肥料分析以後 缺乏一些微量元素 什麼是微量元素 我們買肥料其實基本上就是 一個是三藥素蛋靈甲 那一般它身邊就會有它的百分比 我可能缺蛋或者是我們推薦說 要多少蛋多少點都要講 那就是按照這個來去做 那這是蛋靈甲的我們 所謂的主要元素 那還有一些次要元素 次要元素像什麼 像鎂 像蓋 像什麼 像瘤 對吧 這些是比較什麼 比較次要的元素 那這些其實對作物成長也是很有影響 對 鎂 蓋 瘤 這三個 那其他呢 跟作物成長滿有關係的 就是什麼所謂的微量元素 那包含像什麼 像銅 像鑫 像木 或者像這個 還有什麼 忘記了 大概七大類的微量元素 那這些都是什麼 都是作物成長裡面可能需要的 那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說你發現有缺乏的話 那我們可以去做 補充一些微量元素的一些使用 那另外最主要就是 不能用一些基改的生物的制裁 或者是制裁 因為在有機裡面它是不允許的 那可以用哪一些呢 比方說像一些綠肥作物 田津啊 或者是我們田津常看到的那個 那叫什麼 一些豆科的一些豆類的植物 或者是像那個 太陽麻 或者是像那個 田青 還有一個 田青 還有那個太陽麻 還有那個 有一個黃 有菜花 有菜花 有菜 這也是我們台灣比較常在用的 那另外 像我們一般什麼 剛剛早上大家看到 我可不可以用自己去做那些堆肥的 若驗堆肥 早草堆肥 或者是豆蔻類啊 米湯等等 或者是其他的 那這樣 一些這個 產品使用上面 其實是有限制 那其實現在台灣 我們早上提到好像 那個 那個 那是 病寵害的部分 不過多益可以使用 但是現在台灣其實也建議說 盡量不要用太多 避免造成那個 土壤的銅的一個堆積 這大概也是 後來比較進步的一些項目 那或者是像 菇類栽培的一些堆肥 那 製糖工廠的一些產障 那另外 我們得一些田區的樹皮啊 這些 可以用 但是你不能什麼 不能去做一些化學 或者是輻射處理 那舉盤像 海藻啊 植物性液肥 禽畜類 禽土糞的這個堆肥 或者是骨粉這一些 都可以去用 就是他都有正面表類 那另外 一個就是什麼 一個就是 他有列出 他的肥料種類品目及規格 所規定的肥料品目規格 就是我們市售的這一些東西 基本上要符合他的這一些 品目規格的項目 才可以去用 所以不是說我現在 我家我們生產了一個 這個有機質肥料 那我拿去 因為是有機質肥料 就可以用在有機農場 有時候會被 會被那個 寄缺失啊 所以這裡就是 你要看 他的這個肥料的屏幕 比方說這個 我們那時候農場才能用 永降雞肥對不對 那裡面的屏幕 5-12 那我們看一下 它是不是在我們一般的 這個規範的有機質肥料的一個屏幕編號裡面 如果不是的話 在有機裡面最好不要用 所以以前我們像同學家裡面家長說 哎 一包油肌肥 就去比較看看 我們也不好拒絕 所以怎麼樣呢 我們也是拿到學校去比較看看 但是什麼 我們不要用在有機的天區 因為 你才知道這個裡面有什麼樣的一些成分 那它也不是我們可能農委會之間 規範的這一些 屏幕跟規格的一些有機的肥料 所以我們就把它拿到我們的 學校裡面的那一塊農地 我也是一樣 就是來去試用看看 要看出它對這個作物生長的效果好不好 但是就不要 因為它裡面有列的項目 或者是它推薦的這一些項目 來去使用 會比較安全 你不要想說我自己去 找一些新花樣來去做 那當然你如果是不申請驗證是都OK 但是你申請驗證 驗證單位可能就會什麼 就會有一些意見 所以這是我們在講就是說 整個在有機的一個肥培管理上面 還是要遵循這個有機的規範 另外在整個耕作的田間管理上面 有機能源裡面特別是希望我們採取像肩座或者輪座的一些設備 所以我們也為了肥培管理我們也去培養所謂的有異微生物 這個就是我們陳義聳 陳老師 當時帶著我們的原住民學生 還有我們的農場經理去培養這個有異微生物 你看看這個名字 就是我們原住民同學叫伊斯坦大 做了以後我們就把這個放在田區域 驗證單位來他們有意見 驗證單位想要知道你這裡面成分是什麼 你用了什麼糖蜜 用了這個米糖 用了一些菌水 那菌有哪一些菌 他會提出質疑 那質疑的到底對不對 我想這個是見仁見智 但是變成說我們會如果你要比較保守一點就是什麼 就是可能盡量不要 那有些會自己去做堆肥對不對 那有些可能自己去做抑肥 我想這個部分其實都可以 但是在整個的一個菲培管理上面 還是以這個農委會他推薦的那一些肥料品項會比較安全 比較安全比較保守 這個也是一個 因為你會遇到比較嚴格的那個驗證單 就好像我講 土壤德利為什麼每天要一年做一次分離錯一次 法規沒有這樣子寫 但是他還是跟你說你這個缺失 就好像你說這個這個 那個那個叫什麼 硬鏈素對不對 硬鏈素 有基硬鏈它不一定可以用硬鏈油 這個硬鏈素它有說不行 但是他們就認為說這個 可能對整個生態 一些生態會造成一些比較大的破壞 那不符合有機的原則 破壞有機的完整性 這個時候就糟糕了 所以還是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說像這裡面 土壤的一些肥力管理 基本上你要去什麼 你要去看看說你實際的狀況來去做勾選 你的養分你怎麼樣決定說我什麼時候要施 這個一些肥肥管理的一些方式 那你可能是觀察作物的生長狀況 那另外這裡就是我講 你多久做一次土壤肥力分析 我們很誠實的給它勾當需要什麼事實去做 哇這就被什麼肥料缺失了 那另外有沒有自治易肥 那特別是你用動物的排泄物 情觸分當堆肥原料的時候 必須要什麼 要去做肥料的重金屬 特別是新的 特別是肥肥的化驗報告 這很麻煩 你想想看我為了去施用一個情觸分 對不對 然後我還要去做肥料的重金屬的一個化驗報告 因為它的法規裡面其實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 你用這個情觸分堆肥 你這個重金屬新的含量 必須要低於250個ppm 那我怎麼知道也很低於呢 就是你要去送菸 所以如果說你用這個情觸分來去做堆肥 不是不可以 只是什麼 沒麻煩 很麻煩 就是我要去送菸 那送菸這又是一筆花費 我要去哪邊去賺這些錢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就是什麼 你這個液肥堆肥 是不是有添加一些微生物 那你微生物的種類是什麼種類 那這些什麼都要來去說明 那這個到底對還是不對 我想大家立場不一樣 所以大家的想法不一樣 那以農民以我們來講 我們兩個就是站在什麼 站在有機農業的一個管理上面 那但是以驗證單位來講 他就是站在消費者的一個立場上面 來去做這個考量 所以這個未來我想可能 莊老師他們會再跟大家談 比較深入的關於有機的一些土壤的一個 肥培管理跟相關的一些內容 那在病蟲害的部分 有機農業裡面特別強調就是不能用農藥 不能用農藥 其實我們的武器就少很多了 所以他要什麼 要建議說你要採取這個輪座 或者是其他的耕座的一些防治 物理防治也好 生物防治也好 或者是種植一些劑壁 或者是共榮植物等等方式 防止這個病蟲害的發生 特別是不能用合成的化學物質 或者對人體有害的一些 萃取物或者是礦物性的材料 特別是不能用基改的一些生物製劑 那所以這裡大概他有列出來 就是說你大概可以用的 病蟲害防治之材有哪一些 有哪一些可以用的 特別一些 那包含像什麼 我們常常在用的 大蒜、辣椒、蔥、韭菜、苦戀 苦戀是可以的 它的進出液或者是天然的抽出液 但是像苦戀來講 有可能要特別注意說 那個硬煙樹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咖啡破、苦茶破 這個部分可以 那苦茶破它是防治浮受羅的 那有機農業裡面 幾乎都是用這個苦茶破來去做 可是你會發現它的效果真的很好 其實也不是這麼好 因為它的用量是有限制的 就是我們講到說 特別台灣農業的一個 有些人規範裡面 每棋做每公頃 你不可以超過 一公頃不可以超過50公斤 普達坡一包都是10公斤 普達坡台灣也有一些 他們也可以自己去製造 那當然用那個商業的 它就是做成小根柱狀的那種藥劑 那自己做的可能就是一片一片這樣子 這個用量它其實是有規範 所以這就是我們早上來講 就是我那時候在驗證的時候 就面臨一個問題了 就是他們來說 你這個用量多少 那我講我全區是用多少 但是它就是什麼 它就認為說你這個全區是符合上限的規範 但是因為你分A、B、C、D四區 那你每一區會不會說你A區其實超過了 那B區沒有什麼用 那C區可能什麼 用剛好 類似像這樣 也不行喔 你不是說我全區加起來 沒有超過1公頃50公斤就可以喔 你每一區也都要符合標準才行 所以當時因為這個 我們就被記了一個缺失好不好 我只是因為什麼 因為沒有血而已 基本上它其實都是 你也不會特別說我針對 有時候也會 通常講是平均去食用這一些苦茶貨 所以苦茶貨牙要針對像福壽羅 像這一些軟體的一些動物效果還不錯 可是它也會造成一些水生的一些生物 動物水生動物水生植物的一些影響 所以它其實就會有一個用量的一些限制 那甚至包含像我們說石灰 石灰很常用在做土壤的一些 比方說pH值的一些調整 石灰石膏或者是硫磺這些 那另外常在用什麼 像這個蘇利菌 蘇利菌這也是我們在有紀念常用的資材 枯草感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生物 微生物病毒性的一些製劑 波爾多益可不可以用的 波爾多益可以 可是這樣早期來講 我們在台灣比較沒有說針對波爾多益 來去做一些限制 但是同學你可以看到像現在新的法規裡面 其實我們對於波爾多益 大概也有一些 不過你去看我們新的農藥署的法規裡面 針對這個 有幾個相關法規 它在這個法規的最下面 其實就是說我們現在可以用的資材 我記得到底有哪一些對不對 那這裡都有表列 那在波爾多益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會特別對這個 因為我們有一段時間在做那個 葡萄園裡面的那個 銅的一個 一個效益 那看到有一個那個國家 就是澳洲 他們其實針對那個波爾多益的一個 施用 其實已經有一個限制 有一個限制 在台灣來講 早期大概沒有 但是後來 針對那個波爾多益的施用 它有特別寫到說 這裡 就是使用含氯或含銅的那個物質 比方說像波爾多益 它就是CACO3加上CUSO4 那它其實是含銅的一個化學物質 所以這個部分就會什麼 就會有一些條件的一些限制 可是用量的部分 它其實還沒有一個量化的一個限制 所以變成說這個部分也是 在驗證上面變成說 它是一個大家可能會去 有不同的一些新證的一個部分 那這東西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到底這些東西 適不適合去使用 其實是什麼 要看你的作物的一個類別 跟你的病害、寵害的一個種類 那我們也跟大家推薦 其實這兩本 大概是我們台灣的有機農業的一個 如果這些大家真的有興趣要做的話 不妨可以去購買 這兩本多少錢你知道嗎? 3500 這有定價是不是? 對啊 定價3500 那時候我們有沒有團購 所以打八折 我花了3200塊去買這幾本書 但是好像不能打八折 有點貴 有點貴 但是不妨你如果要做的時候 你可以去翻翻看 特別是針對不同的一些作物別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第一章就是在談什麼? 談這個生產跟生態環境條件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談這個雜草管理 然後土壤配備管理 總論以後它就會有個論 我剛剛大家有翻過 包含像水稻 水稻你栽培的時候 可能會面臨哪一些問題 那你怎麼樣在有機的方法裡面來去做? 那茶、咖啡、雜糧、果樹 這一些就在我們的上冊裡面會有 那下冊裡面就包含像一些蔬菜 蔬菜、葉菜類、根莖菜類、花果菜類 或者是菇類 或者是我們後面的蓄產跟水產 其實這個是我們大概那時候看到 在台灣來講 針對這個有機的一個技術 比較完整的兩本書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翻一翻 那很多我相信土壽館裡面也都會有 那有機農業我想 陳向也跟大家談過很多了 其實在整個的一個蟲害、病害的控制上面 他們會比較希望透過生態系統 它的多樣性的一個提升 來去減少這些資材 特別是病蟲害 它不能用這個農藥來去做適用 它希望透過什麼?透過生物控制的方法來去做 那所以一般很多的去做 有機農業跟冠型農法 它的一個生物的生態系統 包含生物多樣性、生物風度的一個比較也有 那或者是什麼?透過一些生物的一個 雲度的一些提升 來去控制這些病害、寵害 或者是種植一些寄弊作物 甚至什麼?透過生物方式的話 比方說我想田間大家常可以看到 在做什麼?買那個草苓 這個一片一片 一片大概賣個 以前大概一兩百塊吧 裡面就有很多草苓的軟 那這個草苓 你把它什麼? 黏在我們的藝術基地 黏在我們的田間 它可以來去防治這個牙蟲 或者是去買這個黃斑粗蕙 它可以防治一些像 蛇蚊葉鵝類的一些幼蟲 這個文像中好像一隻 它一罐一罐賣 一隻大概平均差不多一塊錢左右吧 那這個可以用那個荷爾蒙嗎? 也可以用那個姓費洛蒙來去做幼蟲 那特別是台灣 很多姓費洛蒙的一些設置 有一個朝陽那邊 他們有一個姓費洛蒙的好像一個中心 專門在研究這個 朝陽大學 所以他們在做有機 基本上來講也做得不錯 他們也是有機驗證的單位 朝陽科大 那他可能就裡面用塑膠條 以前早期用塑膠 後來就盡量不要用塑膠產品 然後來去把姓費洛蒙 然後把它打到裡面去 然後去又引又補一些什麼 一些這個比方說熊的這些蟲 然後這個熊的蟲就減少 那雌蟲也找不到配偶 就沒辦法去交配生下一代 所以這個也是一些方法 那物理性的防治也是很多 包含像這個以前我們在明道那邊 就是用黏色黏蟲紙 或者是去買那種一罐用噴的 噴著噴一噴然後什麼 噴在那個寶特瓶 寶特瓶也沒有什麼 配物利用對不對 就噴一噴然後放在上面去用 那有些寶特瓶也拿來放在上面 為什麼因為常有時候走一走 頭去撞到 所以就什麼 手套套一套 然後那個寶特瓶套在我們那個 以前的那個 你那時候去的時候還有這個嗎 沒有 沒有 那個設施農場還在 設施農場 對 對還在後來就整個拆掉了 那我們在設施農底下 來去做這一些的一個部分 那這我剛剛講到 人工房子也是 老鼠齁 我們就是被發現 你們怎麼在田裡面毒鼠 不能放這種毒鼠藥啊 這個不行 所以就是要我們用這個 補鼠器來去抓 抓以後再看看 拿去哪邊也放 看隔壁不順眼 就偷偷放到那田裡面去這樣子 或者是什麼 自己去做一些有機的資材 像剛剛談到 你可以用什麼用辣椒 做辣椒水 我們就什麼 可能就帶小朋友 我們一起來去做這個辣椒 這是我 年輕時候的我 好不好 帶小朋友來去做這個辣椒水 那來去做整個的一個房子 那另外也是會購買一些市面上市售的一些有機材 所以那時候我們都會把它拍下來 把這些袋子保留下來 比方說像苦茶破對不對 早期都是10公斤裝的 現在比較少 或者是什麼 疏力菌 那不同的一些這些有機資材 它可以防治的一些病害或者是蟲害 蟲害的種類還有它的用量 其實我們在整個的一個資材的袋子上面都會有標示 所以大家只要去購買就可以 那像這個蘇利菌 這也不是隨便可以去買 你買的話都要登記 他要登記你 那個健保卡要什麼 要去登記 那另外 枯草感菌 這個也是我們在一般來講 做那個土傳性的一些病害的防治的時候 可能會在那個種植前 那我們就把這個枯草感菌 把它使用在我們的田間 來去預防一些土傳性的一些病害 所以它會避免一些什麼 一些菌類增菌性的一些疾病的一個發生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有機裡面可以用到的一些資材 所以有很多他認為有機農業是不是就什麼 就是我種了以後就不要管它 那叫懶人農業 有機農業它其實還是有很多的一些資材 可以來去對付這些病害、蟲害、炒害的 但是它可能比較不像傳統的盥洗農業來了這麼多 因此我們在做申請的時候 它都會讓你去填說 到底你這個場區裡面 常見的病害、蟲害、炒害的種類有哪一些 那你也不能隨便亂填 因為你種了作物 跟它實際上來現地勘驗的結果 它都會去看說你是不是有在那邊亂寫 亂亂這樣子不行 那另外病蟲、炒害的管理方式 你可能也要寫一下 那我針對這些病害、蟲害 那有機裡面我怎麼去做呢 比方說你用徒手處理也可以 你不可能都徒手處理 你在田區這麼大、人這麼少 怎麼徒手處理 那所以用一些陷阱 或者用一些補蟲性等等的方法 來去做這些病蟲、害的管理 那上面可能針對炒害的一些管理的方法 也都會有 那所以這個部分他來現場勘驗的時候 就會去驗看看說你是不是真的 像你寫的這樣子 有這些病害、蟲害、炒害 那田區裡面你去防治這些病害、蟲害、炒害 你的證據在哪裡 你買的那些資材的袋子在哪裡 購買的證明在哪裡 這些都要保留 所以有機農業很麻煩 都不予提 那這樣子才完成整個田間的 那他不是只有什麼 不是只有生產 我們說包含後續的收貨、調製、儲藏跟包裝 也都要符合什麼 符合這個有機的規範 那特別是有一個很大的精神就是 為了避免有機農產品受到非有機農產品的污染 所以你採收過程 採收以後的儲藏、調製、包裝 要跟一般農產品分開 所以這變成是一個困難 如果說我只是一個小的黏米廠 我為了一些量的有機農產品 我要另外去弄一個冷凍庫 另外去弄一個有機的黏米設備 欸 甘聖美盒 你的量有這麼大嗎 所以變成說有時候找的時候 你要找不容易 所以明道大學在哪邊 在彰化的皮頭跟北斗跟西州的交接地方 三水米的那個藏在哪邊 對 在苗栗啊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那時候也是被問到 你為什麼在彰化有沒有 南彰化 你大概南彰化 生產的 你要送到苗栗對不對 從彰化然後經過台中送到苗栗去 去做那個有機米的一個免製跟它的一個儲藏 對不對 對 那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問題 當然他認為說你這樣也不符合那個有機的 那個就是像食物的里程 產品的里程 它的生命週期 他覺得你這個可能碳足跡太高了 所以這真的有這個問題 但我們就講說其實是什麼 其實就是因為比較好配合 他認識的 那因為你要有機的通道也不容易 所以後來我們有一段時間也是找彰化的那個皮筒 那邊有一個第一稻米生產合作社來去幫忙 剛好也有有機的那個部分 那所以這個其實什麼 其實都要特別去小心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那時候採收 如果說我今天我的收貨機 他可能不是只有收這個地方 對不對 他有收有機的也有收非有機的 原則上他要先去什麼 先去有機的田區去收那個有機的道 之後才能去什麼 去慣型的農業去收 因為你如果先收慣型的再收有機的 你就會擔心那個機器裡面會有一些殘留 那另外就是我們一般像在收貨的過程裡面 我今天去採收 那同時他驗證單位也會來 他會去採這些作物去做什麼 去做農藥殘留的檢驗 那這個檢驗大概還講差不多是四、五千塊 做一批農藥殘留的檢驗 大概四、五千塊 那基本上你像我今天這台機具 他今天第一個到我們民道的農場來去採收 那採收以後他的前面兩包的這個稻米 原則上來講他應該不能送驗這個稻米 這個我們把它叫做充頂量 就是我雖然這一台今天第一個廠區是有機的廠區 是民道大學的有機農場 但是他前一天他可能採收了其他的一些地方 那他雖然規定你要去做清洗 但是清洗他不見得清洗得這麼乾淨 所以變成說我們在有機農場採收的部分 所以你最好送驗的時候你不要去驗那個第一包、第二包 而且我們也不會把它拿去當作有機農產品做販賣 這個通常來講前兩包的那個米要拿去做一些 像去做堆肥還是做其他的處理 不能拿去賣 但是那個時候他們來驗的時候就說我要驗這個 我說這個不合理 因為這個要充頂量 不可以拿這個充頂量 我怎麼知道它是因為機具沒有洗乾淨 那裡面造成農藥殘留 還是因為我的稻米裡面有農藥殘留 這個其實是一個問題 所以這也存在一些歧見 大家有一些分歧 所以我想在有機農業的收穫上面 這就是我們當時實際上收穫的情況 這是我那時候的辦公大樓 這很美大樓 所以這個部分在收穫上面它有一定的規範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再休息10分鐘好不好 等一下來再繼續談 那收穫之後怎麼樣來去做運除 怎麼樣去做包裝 要符合哪一些規範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我本來是想說我們今天可能6個小時 可能3個小時的講完 因為都是不法規 沒什麼好想 他自己看一看 所以我本來準備了一段影片 要給大家做影片欣賞 可是看來應該是沒有時間來去放這影片 不用擦owane 要不用擦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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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 我 我 我才有 我家的良 哎呀 哎呀 小子 我 看一見多情 像我 如果你要把頭出來 會挑著 有沒有吃 就是我 有過幾個 中美 就是 昨天 我才一回 靠個名牌 有學員他講 生意孤大 他換個紅就拿 好遠喔是這樣講 然後想畫面教育 對 所以你看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那些採收 我那 那些 我看起來像內牙齒 側牙齒 牙齒 直接看到下 你的高 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 只是說我 直接就把 這個 有去過我們那個 有機農場 就是 不是有機農場 我們有去農場 那個 洪主會不是說 有很多獨角間 有沒有在什麼地方 在我們後面喔 這一條路往上走 對 在後農場那邊 往上走以後 會經過一個小木屋 是的 一個彎道上去 有一個小木屋 小木屋的後面 就是我們的永續農場 當然也沒有通過有體驗證 就是我們叫永續農場 就是隨便亂叫 門口不是叫有機 我們叫自然生態農場 大家進到那個校門口 右手邊有一塊 它就叫南華自然生態農場 不能隨便叫有機 沒有驗證你不能叫有機 上面那一塊我們都把它叫永續農場 因為是永續中心在用 如果等一下大家有空有興趣 我們可以去那邊抓獨角線 不能亂抓 看看那個 我們昨天說那邊很多獨角線 現在獨角線大爆發 前一陣子我們剛去那邊種那個咖啡樹 種咖啡樹 那時候還沒有看到那個 這麼多獨角線 GIV naar小angers 顗中主的人 贏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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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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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到這些歷史 我覺得很OK 不是說像公司 我們其實學校也有 學校也就是什麼 像老師升等 因為升等其實學校都有做一個 就是可能常常會被挑的 我們以前都有看過 比方說跟學生的入文 就是你不能拿來看看升等的人 或者是升等的人 他不是這篇的通訊作者 或者是他的貢獻度怎麼樣 這個其實都有 所以我覺得其實有金融業應該也可以像這樣子來去做 那慢慢慢慢 或許大家可以跟我們的農政單位、電政單位來去建議 我覺得這是很好 因為像我們那時候在做 其實就是摸索 有時候犯的錯就是跟其他人犯的錯也是一樣 我覺得這樣其實會比較浪費一些時間 那很多時間就會再做一些文件的往來 或者是修改 我覺得這其實也是不好 所以如果是站在說 讓大家可以比較容易通過有機驗證的立場來講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要走的一條路 至於說沒有通過驗證就不收錢了 我沒有辦法講到這麽事 就是說假設我們把這個方法改善 這些申請的有進隆屋 六萬幾萬對不對 那假設把這個制度稍微做修正說 你來輔導的人 如果輔導 然後另外一家再來看看說他輔導的 我的有沒有成功 如果有成功的話對不對 其實農委會可以給他發獎金 對 給這個輔導的人 那這樣子的話他應該可以減少浪費 就是說我要去申請的人 就通不過我沒辦法去做 但是最終最終的目的還是說 我要能夠從事有機然後有產值 這個就是說我的生產有這個收入 能夠甚至於說能夠超越說 這個管制性人 現在已經有人在講自然農房的部分 像MOA他就在講他說 他能在實驗再到後面的產量 不會是這個管制人的部分 好 這個這是我看到的那個例子 講到這裡我再另外講一下 剛剛老師有講到說 沒有 老師有講到說那個30 前面也聽得到 就是那個網路上面的可以聽得到 網路網路的人聽不到 一定網路哪個公司都能聽到 我怎麼記得聽得到 是可以聽得到的 但是我不要問 3030這個我有看過他的那個 那個 有年了可以 有年了可以 但是那個有一個經理人他出來講 他真正職務我忘記了 一個女生啊 他是去請他來這個經營管理 後來他有講到說他可以平衡 好像甚至可以有賺錢 但是我不知道老師今天講的那個 他可能是不是要我們談話去輔導他 去做環境教育這些部分 其實他在網路上是有講說有賺錢的 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 謝謝我們這位學員的建議 他的執行長現在叫白沛玉毛 白沛玉毛他有出那個書就是在講那個 還有一些食安的那些怎麼樣吃比較健康的那一些 那他們實際上管理農場是另外有一位經理 因為白小姐都是在台北 所以那時候我們去的確是跟他談 談了以後我跟洪主任跟他談 就是那個經理 他說你們這個想法還不錯 那是不是找個時間我們去台北找那個 我本來他說我帶你去台北找老闆 我那時候好害怕是不是要找郭董 後來他說不是 我們現在老闆不是郭董 現在是那個也會白小姐 就是那個 他說來去找他談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他們現在其實也是有一些 是希望說可以再增加一些受益 應該這樣講 因為我不知道這樣講適不適合 有一些問題就是說學生他們就是他不會 他其實賺了很多錢 農場賺了很多錢 但也不會是他的錢 所以他們就變成說好像不是很積極來去做那個管理 那他講他們現在山林的那個 永林的一個機農場的困境 有時候也是這樣子 就是他們是合作社 因為合作社很多都是當時的那個 納馬夏那邊的一個災民 都是他們的社員 那大致上都是原住民 那很多原住民他們的概念就是說 我今天賺我今天要花的錢就好 明天喔 明天賺明天花的錢 所以他們很多的那些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去看過 因為我兩個禮拜前去 其實他的那些產品 已經不是像我們早期去看的時候 這麼豐富這麼多 露營區他們已經規劃了 露營區就是進去的左手邊那一塊 然後另外就是他有搭建築很漂亮 做成那種類似像那種教室 然後他說以後我們這個地方 想要做環境教育的上課的地方 因為露營教育他要有一個上課的地方來去做 所以其實這部分 當然或許我不太知道他們經營上面有什麼困難 但他們也是積極說要去做很多一些 不同的一些經營的方式 這是我所了解到的 或許之後洪耀明和主任來 大家也可以跟他們談一談這個部分 我們就兩個禮拜前去了 所以這個的確也像剛剛我們學人這邊講的一樣 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經驗的累積 有時候真的不要讓大家再去做一些摸索 這會比較好 這會比較好 也謝謝我們這位欣賞 好 那大家看 是 有沒有要分享的 請問一下下個禮拜 集合員要來創意 要注意哪些問題 我們那時候 可能他一開始蘇審的那些問題 蘇審是蘇審總結的一個報告 裡面提到的一些問題 可能也是他們來現場做現場查驗的時候 他會再提出來的一些問題 那這個部分可能是不是都有妥善的回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廠區還是要去巡一下 我們自己要先去巡一下 像我那時候就是什麼 就是可能沒有說太積極去巡一下 因為有時候你很難說 就是我講可能像隔壁那個地方 他什麼時候突然燒了 燒的東西在那邊燒 我根本不知道 那來了以後 哇 你看 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他解釋 大家變回了一廟 所以在驗證現場的實地查驗之前 我們後來就想了還是要實地上去看一看 看一看這個田區 然後特別有時候 不要覺得我在鬼後男生 有些人還要爬 可能我都要騎起來 那農藥官就這樣騎到我們的田區裡面去 那人家來查驗到你也不知道怎麼跟他解釋 所以就是我們會在查驗之前再去尋一下我們這個田區 看說裡面有沒有一些不應該出現的東西 大概其實也沒什麼其他可以準備 一個就是文件審查的那一些 他提出來的那些項目 一個就是什麼 一個就是我們現場場區的一些狀況 我們會比較再去檢查一遍看看 或者是像那個毒老鼠的那樣 就不要在那個地方出現 那這幾個部分可能要再注意一下 一歐爾經驗其實還好 還好 就是 大爺也不用特別準備什麼 所以就是剛剛談到 他建議其實很好 就是說常常發現的那些問題 有時候你可以把它整理 整理成一個那個擠警 這樣子後面的人才知道說 我盡量不要去犯這一些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有必要 也是如果之後 我不知道還會不會有長官來 沒關係啊 用E-mail給他 對 有長官來 認同的 那我們這個人沒有 主長啊 視察啊 科長他們 都可以給他們來建議 因為他們才是實際上 有權力去決定這個的人 所以這個我想也是一個 給了一個很好的建議 那至於準備 其實我們 自己準備 其實我們 自己準備什麼 就是他的那些書審的一些資料 問題可能再看一看有沒有什麼 回應得不好 或者是他之後可能會再去問的部分 一個就是廠區的一個情況 我們會再去做一個檢視 他說有機米的那個廚房的地方 或者是有機的農產品廚房的地方 它裡面都有一些規範 你不能有一些污染污 還是什麼其他關係的東西在那邊 那這些可能要再去檢查一遍 其他應該都還好